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是说 你人现在什么条件不好啊 这也是说 没有钱就对了 你的语言直接取决于你动漫的风格 动漫的自信 你说我没有自信 你就不要乱 只要你张嘴 你人财又不行 存不住财 对吧 第二 财运不忘 第三 事业不赢 事害冲 你就不要让让去做功名了 就让你儿子学会赚钱就对了 为啥 事害冲不冲 二兄进没进来 里面有没有勾成 忧愁事业 忧愁啥 既然没有功名 既然不应该走仕途 那你就直接讲话说 你儿子千万不要让他走仕途 否则他会来远北顿你儿子会拥拥路路 一事无成讲 这也是说话 对吧 所以说 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徒弟 说话为什么不能斩钉急铁地去讲 非得尖声细语 慢慢悠悠地讲 不敢说出果断直言的方言 上了战场 你过来 那能行吗 拿枪比划 你看 我们说创官那些 上点和巴巴下垃圾的 嘎 翻了几个跟头 没两关就掉水里了 为啥 都下垃圾 都虚架子 创官是一样的 知道吗 我之所以今天跟你们这么讲 是因为要让你们今后从我这里走出来 敢于直言 念道 敢于底气 所以你想上外面打个仗 狭路相逢 对吧 打不过你 今天给我坐趴下了 服不服 不服 你就打吧 这叫肝 我说的对不对 算错了 错了就错了 嗯 笑不笑呢 老二 笑什么 那笑着的孩子 一定会哄人 老大 笑着吗 老大也笑着 生经跟友经 他不笑着 一气 老大不会哄人 说话给大家点个蓝 老二会哄人 会哄人就会骗人 会骗人就会骗钱 你家老二把钱都给骗脚了 所以我把钱都给他 对吧 所以说 龙生 九 九子 你看 偏心那个 都是会说的 对吧 会说的 都把钱给弄到兜里去了 对啊 这就是断话的一个风格 敢于 去说 说你谁养老啊 你要说老大也能养老 算了不算 老大一说话就给我顶了来 那老二养老的 对吧 那你咋说 说别看你老大 你老大也年龄挺孝顺的 老大不好吗 土 更土 说万物吧 老大心眼很好 厨师说他一定会帮 他有慈悲心啊 对啊 做月工啊 嗯 本身坐那里 这老二呢 我告诉你 你平时看的挺好 发起皮以来也登登登的 说顶你也 也一个来一个来的 对对对 我说的对不对 平时看的哄你 骂超妈的 皮肤一上来也听光的说你 只不过他 说完以后 他会哄你 我错了吗 怎么怎么 是不是这样 那我跟就什么说 那不就 丑土跟止水土 土喝水 爱天加河 说你你也愿意 也高兴 那皮肤一上来 不就是金星了 对吧 金星人 小猫眼睛 说面就变 脸脾气说上来 登登登登 就就来了 什么老了 老是好 那你这儿 然后就后悔了 就就开始红女 是不是 我说的是不是这样 对 就是你敢把这个东西 能画成他生活的语言 去比喻他的像 你就像在现场一样 把他现场给他还原了 把他生活之中 就给他还原了 我说的对吗 对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说 你看到的一个观 你看到的就直隐 对吧 所以告诉他 千万别走 师徒 老二 你要让他去走 师徒 好方便 你就害了他 因为他命运 只能走 走才运 很有什么 法则 他过得会更好一些 没让他做美 师父 你指点一下 他干什么好的 做麻烦的 装饰的 美丽的 漂亮的 说话的 来年 来年 你看他财运 能不能回来 你信我话 我告诉你 过了一号 换到厂 办完以后 你明年 别让他去 逃公园了 你别让他去 走仕途了 你让他做生意 想做什么 那你说 师父 他师父做啥 我说金属的 金珠 漂亮的 头戏的 难道做所有 都赚钱吗 他做什么 你再问我 要我们做什么 再不让他问你 学会了 对吧 说刘伟那么烈 还有关于张飞 他还要去访 这个祖国亮 我们其实学了 意识 跟祖国亮有什么区别 对吧 要不然 你说 祖国亮 周文王 算光那么厉害 他还要去访谁 访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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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为什么呢 他只会算 不会解 对吧 你周文王 算的那么厉害 你们还得 使自己的骨肉 才能使自己 脱离这个险境 我说的对 还是不对 为啥 他只会算 不会解 那桃花 你为什么能 赫周公呢 那周公不就是只会算 不会解 桃花你既会算 也会解 他能解 就说明他会算 我说是对 还是不对 这就是别人 为什么找到你们 对吧 这就是说 一话一出来 你敢于去直言 对吧 那老二一看 哎呀 这里说 现在朋友 您老二一看 桃花 你还是喜欢 那你老二 要是一看桃花 我肯告对你 虽然不进桃花经 但是你的媳妇 永远被人领跑 而媳妇 永远被人领跑 你一目合不合 爱谁 对 合吧 为什么 如果不像那个汉 合不走 因为人有汉 像合吧 把啥合走呢 把媳妇合走 对 对吧 说要你儿子好好赚钱 别天天你当父母的养 别拿他当圈养 圈养就完了 你给他再多的钱 你把老板都给他 最后把你给害了 害他 当你百年以后发现 哎呀 我害了他呀 他失去了生命力 明明能赚钱 你不让他去赚钱 对吧 对 这是 我告诉你 所以我们说 一个话出来 你如何敢于 直言相见 对吧 这才行呢 所以你们学 前面学的一些理论 到最后拿着一个话出来 我都给你们讲完了 你们还不敢去说些 还表达不清楚 那行吗 对吧 告诉你们一下 秘诀 把这个关了 那么生气啊 不生气啊 不生气啊 那既然不生气 写一篇 把我刚才训你们完以后的感想写出来 好 嗯 可以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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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要很个例子啊 说一些漂亮的话 是自己对预测 训完以后 自己真正的一种感悟 今后 看到画像 应该怎么去说 怎么去讲 对吧 是否敢于直言相变 是不是 嗯 不敢于直言相变 就是啊 不要从事这个行业 你从事这个行业 造个古人这个东西 古人就是让你给别人直言明经的 说白了 就是实话 直说 对吧 刚才 这孩子的天才宫 进了什么行啊 二 二 二 是不是很奇怪啊 两个都进 他说天才宫 这是老二吧 天才宫六间 进 好了 老大了 这个面 这啥意思 人鬼同心 从来人鬼同心 你还有什么 还有人说 应该说出生的 出生的那些房子 不是什么 比较阴暗 主宅 还有什么 老宅 现在老宅一般还有 没有 大家都说都没有 应该出问题了 应该出问题了 现在还出吗 现在 那我说一件事情 你看看对不对啊 你儿子 两个儿子 都有什么 跟着 二十 二十什么 先 你家祖上就 如果是女儿子 我就会说 你家祖上就共先 你家有相对 他祖上是谁 父母 他父母 他父母的 他的爷爷 奶奶 老了老 这都是属于 祖上 祖上就有相跟 缠着你的两个儿子 所以两个儿子 现在做什么事情 不顺 六生五祖 什么时候 他信了 跟了 有没有 够没够 你够没够 我够 你从哪来的 谁给你安排的 还是祖上留的 还是你早上安排的 跟别人不安排 因为那年 那年 不超过一百天 老克财 就出大事 所以那跟大县说的 就说祖上 就有 老是给你安的 你祖上就有 当你这儿 别人才不给你安这儿 当你这儿安这儿 其实 你儿子也得信 不信 他也不顺 怎么说你儿子信了 他就顺了 就这意思 就重办就很自行了吧 是你一看 我一看就好 安没按照好 我看 这是什么 有参赖抽吗 没有 到了 二 首先第一点 不跟着他 我尝不着 对吧 现在才能顺着啊 老大 有武冲吗 武冲 武冲嘛 只有交代吗 你家老大要行 要一样 就是说 叫你家老大 知道了 所以你家老大 如果不信的话 他就不顺 就这样 所以你老大不信 就让你离婚 就让你犯条外遇 就让你干什么事情都不顺 就这个意思 知道吧 现在知道了吧 这么看了吧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说 算命 就要敢于直言 但是大多数 如果你不问 我不去讲 因为他毕竟是一道玄学一类 但是呢 虽然我不说 你问我 我就说 你不问我 我不说 因为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但是他会说 那咋办 咋办 所以基本上 我是不讲 这就是说 玄之有学 众妙之能 对吧 什么是玄学 玄之就是有隐秘的 一案的 这不可以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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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走桃花运一样 有的 他在露水不起 不是天一样一样 是不是 对 这就是我们讲 然后 你们现在写了一个题目 叫言之出高桃 切后语 把我干的 训你们的话 都给我交一篇文章来 好吧 好 自己对 自己所学的东西 预测时候的感悟 哪里 自己出 哪里 不敢说 不敢讲 错在哪里 我今后该 怎么样才能够达到 敢于直言相见 敢于直断 好吧 反正是不关了 就怎么办 іть 嗯 撑 问题 担, 担 你们